回到新闻现场要来关心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提名引发争议 被列在安全名单边缘的台南市员谢龙介发出了经济召集令 号召韩粉加入国民党力挺韩国瑜 谢龙介现在也有意要争取这个党主席的大位 让他号召韩粉入党的动作 被外界视为难道是要逼宫现任的党主席吴敦毅吗 对此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连胜文 他在复权时也回应说谢龙介是他心中的未来主席 国民党大佬带领韩口号帮韩国瑜加加油 宣战进入深水区蓝军含药团结一新 但大选之后内战可怕一触即发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发出紧急召集令 号召韩粉入党支持韩国瑜力挺谢龙介改革国民党 而这一招似乎真的有效 11月份我们大概恢复党籍跟新增的新加入党员 加起来大概1200个人 是过去的大概五倍 那我想这个不是只有局限在韩粉 我想大概是大家认同国民党 党员认数大幅增加 评断是因为认同感未必全是韩粉加入 只是谢龙介登高一呼被认为意在逼宫党主席 国民党一向愿意接受各方面改革的力量来参与 这好像是有逼宫的意味 我不这么看 凡事不要玩负面做解释 至于谁呼吁什么 但是这个很自然的事情 我不这样以为 我觉得今天可以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加入国民党 都是好事 就是蛮多人入党 敏感问题话都说的保守 不过谢龙介可是某人心中的他不玩 龙介兄在我心目中已经是 这个中国国民党 这个党史上第一位未来主席 他有一天一定会变党主席 不知道是哪一天而已 所以我们乐观其成 那么如果韩粉都能够入党的话 对整个国民党的气势 跟整个韩国瑜选举的气势 都会有加分 谢龙介表态竞选党主席 掀起一波入党潮 潮湖内风暴 气势云等引爆 谢陈勇 叶林凡 西北时报